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大陸方面的最新情況 話說路透社今天有一篇報導就指出 說中國正在研究 要成立一家全新的證券交易所 目標就是那些在美國和香港上市的大型國企 這個消息一傳出以後 港交所的股價就應聲下跌 到底這次大陸是禮真 還是又再一次得個催字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路透社那篇報導是怎麼說的 他們引述了兩名消息人士指出 說大陸在研究要成立一家全新的證券交易所 目標除了吸納那些 在美國和香港上市的大型國企 意外 同時大陸也想吸引那些 外國的企業 分拆他們在中國的業務 在全新的交易所上市 例如 Apple和Tesla等等 借此要加強 中國在岸金融中心的地位 國務院就已經指示了最高級別的監管機構 領導研究這個全新的計劃 其中一個方案 就是 將現有的上市平台升級 其中一名的消息人士就揭露 說北京市政府在多年前開始 就已經向中央政府開展了遊說 希望 將當地的新三板升級 成為一個新的交易所 對於北京市政府這個建議 部分監管部門在過去的六個月 已經進行了可行性的研究 獲得接納的機會 大概是一半 路透社還提到 說這個計劃 目前仍然處於一個初步的階段 未有明確的時間表 也未敲定交易所最終會在哪裏設立 中證監就未有就這行消息 對路透社作任何回應 到底大陸這次是很認真地看待這件事 還是以往 他們就有一個非常宏大的志向 但是當執行起來的時候 其實都是不過異議 目前未曾知道 但是如果這個新交易所真是落實 說要設立的時候 對於港交所 肯定就是會造成一定的衝擊 因為他說明 說要吸納那些在美國和香港上市的大型國企 主要應該是說 在美國退市回頭的那些企業 美國證監會 較早前 做了一項修訂 倘若任何的外國公司 它是符合不了美國的審計標準的話 那家公司就會被要求 從這個交易所退市 由於當時市場就開始擔憂 到底那些中概股 到最後會不會被針對呢 搞到最後 會不會是火到 無法在美國的交易所進行交易呢 於是在過去的16個月以來 已經先後 有13隻在美國掛牌上市的中概股 回到香港 進行了第二上市 集資額有360億美元 現在 這個新的交易所 要吸納這些 回流上市的企業 從這個角度來看 港交所的利益 肯定會遭到攤薄 從而衝擊了港交所自身的地位 但是 到底這個新的交易所 能不能夠完全取代了港交所的地位 看怕又未必得 為什麼呢 很簡單一件事就是 中國的資本帳就不開放 資金不是自由流通 只是說這件事 就已經會令到不少的 外國投資者和金融機構卻步 為什麼他們仍然落於在香港賭場玩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贏了錢之後 能夠很輕易和不受任何限制地 拿回那些錢走 如果那些國際的投資者 他們願意接受大陸那一套的話 一早就已經回到大陸玩了 那他還用不著留在香港呢 其實大陸本身也應該知道 究竟他們的限制在哪裡 國際金融學上有所謂的 impossible trinity 三元撥卵 即是說有三樣東西來講 只能夠選擇兩樣 哪三樣東西 第一就是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 第二 就是受到操控的匯率 第三 就是資本帳的開放 就是資金自由流通 但是大陸偏偏就是沒有選擇開放資本帳 所以才使得有那麼多的外國投資者 卻步 現在大陸又說開一家新的證券交易所 可能就會落湖在北京 未知在哪裡 到底能不能夠吸引得到外資 可不可以取代到港交所的地位 我就相當之大保留 為什麼呢 假設大陸依舊不開放資本帳的時候 就差不多是基本條件不變 那你怎樣能夠吸引得到外資才行 你搞一個全新的交易所出來 除了說自家人去認可他的地位之外 其實也都要必須使得那些賭客 即是那些外國投資者和金融機構都認可 他們願意走上去玩 入場 才是為之成功的 你敲鑼打鼓說開一個新的證券交易所 然後玩來玩去都是自己有糖水滾糖魚的 那就無謂了 那你跟現在的交易所有什麼區別 雖然在政治上來說 大陸就已經完全控制了香港 實踐了這個全面管治權 但是 如果大陸說要自行搞一個交易所 甚至乎是想打造一個全新的金融中心 用作是完全取代香港的話 看法也不是說可以那麼快就成功得到 因為你就是必須要取信於人 其實那些外國投資者和金融機構 就跟賭客是沒什麼分別的 他要選哪一間賭場 首先要取決於 第一 他在那間賭場贏了錢之後 是要完整地把整塊錢帶走的 你就不要水瓜打狗不見一絕 或者整天想著侯著他來割韭菜 諸如此類 如果整天是這樣的時候 人家就肯定不會去玩 你說一般那些老散沒得選的時候 當然 那些就是硬吃 但是這些職業賭徒 他肯定就是 不會讓你這樣咬的 第二就是 他一定選擇那間牌規 是最能夠保障得到賭客自身的 他在香港就已經玩了很多年的時間 已經熟悉整個牌規了 就算現在有個國安法也好 有些比較擔心的 他就先行離開 有些他認為這裡還有數位 還有利益可以賺取 他就又繼續在 但是你說全新開一個交易所 喂 似乎來講他又不熟悉那個環境 到底那家新的賭場 他是可不可信 可不可靠 現在是沒有往跡可以看到的 沒有往跡的時候 就看血統 看血統就是看賭場的老闆 往事是怎樣的行為模式 一看這些東西就糟糕了 所以 那些這樣的外國投資者 在這裡玩得好地地的時候 你為什麼是可以吸引得到他去新的賭場玩 你是否能夠提供得到一個很大的因素 或者是紅利 吸引到他們過去 如果不是的話 你來來去去都是只有一個搞字 以往這些東西 都不是說沒搞過的 是不是 就算你說說20年前 又說整個上海浦東出來取代香港 又說到10年前 有個深圳的前海說要取代香港 最近又做了個海南自貿港 一會又說澳門街也是一條街 華爾街也是一條街 那為什麼澳門街不可以做東方華爾街 總之 什麼都說得大餐 但是你說完之後 你自己爽又無所謂 但是你能不能夠取信於人呢 能不能夠吸納得到那些人真的上吊呢 那才是那個重點 而且現在還面對著一個很大的難題 就是有部分蛇龜的賭客 他聽到國安法 他就已經是走投了 那時候你還說開一家新的交易所出來吸引他去玩 那到底能否吸引得到呢 那不知道的 這個世界 無其不有 那我又不能夠完全說 劃死 一定不行 但是這些舊走新平的東西 看怕就是不行 就多過得 當然啦 如果大陸是玩到 他直接改了自己的排規 是可以開放資本帳的 使得資金是可以自由流通的 那就沒話可說了 那你香港交易所的地位 肯定就是會不保 但是大陸會不會做到這一步呢 如果他要做到這一步的時候 他為什麼選擇在現在這一刻才去做呢 如果他真的要去做的時候 他一早就已經是做了 而且是做到的嘛 但是現在他說要開一個新的交易所出來 我又不會認為他開不了的 交易所就很閒 開多少間都可以 但是能不能夠達到他預期的目標呢 這個就是另一回事 好了 接著我們就去看一下彭博社的一篇報導 他們就說 生鮮零售年鎖店前大媽 計劃在香港上市 籌集資金最多就是5億美元 折合港幣39億 這個前大媽就專營生鮮的肉菜市場 在大陸有超過2000家的分店 去年年底 忽然間就在香港開到有33間鋪 港島15間 九龍11間 新界就7間 以分店數目來算 佔了他主要競爭對手 平民超市街寶的35% 而且在未來 這個前大媽的分店數目 有機會進一步攀升 據了解 前大媽每間鋪的加盟費用 達到10萬元 合約就以5年來算 前大媽就會在每天的生意額當中 抽取1%到1.5%的費用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猜到他的東西 無厘頭在香港開幾十間分店 又是要搭個雞棚出來 現在就說要在香港上市 香港很多什麼都能上市 前大媽都說能上市 反而街寶還未上市 街寶真的賣東西 前大媽標榜不賣隔夜肉 但是由他開第一家分店開始 我從來都沒有光顧過 亦都不打算會去光顧 因為看到他的門面的設計 已經是 沒有胃口 因為整個感覺 就好像 真是大媽色彩 很濃厚 到底他去光顧那些人 有多少是真香港人 有多少是新香港人 我就不知道 沒有做統計 但是反正來說現在他開得這麼密 明顯就是要 創造一個很高的市場佔有率 你創造一個這麼高的市佔率 開這麼多間分店 然後創造了一個很高的營業額 原來他們就是要計劃在香港上市 當然現在是彭博社的報導 就不是前大媽自己說 不過又奇怪 他們那個主打的市場 明明就在大陸 兩千家分店 他不在大陸上市 喂 現在大陸是不是想開一家新的交易所 他去那裏上市 他又不去 他也要下來的 所以你說大陸那家交易所 會不會搞得成功呢 沒有說不行 never say never 但是那個 機會率是有多高的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